011的話 這個是011 苗栗和宜蘭的 總人數 那特別注意你會發現這個是要找的 然後呢這個是要加的 有沒有那這個地方當然有宜蘭 跟苗栗 那有兩個 兩個 你想說兩個怎麼辦呢 其實兩個很簡單嘛就分兩次不就好了 先找苗栗的 再找宜蘭的比較好了 把它加在一起就搞定了 OK所以分兩次啦 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一樣插入一個三米反數 Range的話指的是這個範圍 Criteria的話呢就是找什麼 找苗栗 所以你這邊的話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先打一個苗栗 因為後面的東西 苗栗 OK 然後後面加一個星號 這個時候特別重要你就 用問號可能很多個了 可能要四個問號 如果一個星號就搞定了 所以這一題當然用星號會比較 簡單一些些 那至於用星號或者用問號 其實資料庫呢 也有類似的概念 因為你資料庫你要做一些全文檢索 栗位裡面的文字資料的檢索 他也是類似用類似的概念 星號部分 只是說我記得有些 地方他不是用星號 他用perse 他用百分比 像那個什麼資料庫 像mysc 或者是msc 那種比較大的資料庫 他就不是用星號 像ss呢 就是用星號 他就不是用百分比 所以有些規則雖然 用的符號不一樣 不過他的 這個概念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像說你那個寫程式的 也是一樣 你說寫哪一種程式 我是覺得只是小部分規則不一樣 但是呢 基本上的概念都是一樣的 就是要怎麼解決問題嘛 對不對 那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好像學另外一個 好像又另外 其實沒有啦 其實學另外一個 像我的 我的認知是 我把 兩個語言不一樣的地方先抓出來 一樣的部分呢 我就 就不用改變嘛 那我大概自然而然 我就可以掌握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剩下來的話你再把差異點 給找出來 他其實就可以 很快的去 多學 很快的 不要說你又重新開始 你又重新開始 你又頭痛了 每學一個你又重新開始 那永遠沒有學 學完了一天 感覺好像所有東西學不完 所以 我覺得學習的那種 方式 可能是不是還是要稍微 換一個 就是這個角度去看 OK SumRange在這個 那當你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苗栗 30個 可是 宜蘭怎麼辦 很簡單嘛 Ctrl C 對不對 後面的話 怎麼樣 加號 Ctrl V 把這邊 怎麼樣 改成宜蘭不就好了 這樣子 答案呢 就 完成了 打勾一下 42個 應該沒錯啦 所以你會發現做事情 只要方法對 真的很快 兩下就做完 希望不要在那邊慢慢慢慢算 真的不會啊 就慢慢算 Essal不是要你慢慢算的 如果你在Essal裡面用土法煉鋼 表示你真的用錯方法 那要不然你用紙本就好了 你幹嘛用電腦 對不對 用電腦就是叫你不要這樣算 還有人在那邊 Essal旁邊還拿一個計算機 有沒有很多人 我發現奇怪 你明明用Essal你幹嘛需要計算機 很奇怪 打打打然後把數字填上去 這樣幹嘛用Essal呢 Essal就是希望你什麼都不用 而且什麼都很快速可以把問題解決掉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一樣 請你把這邊拖拉按Ctrl鍵 變成什麼 VBA 那如果我假設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希望VBA來敘述的話 那其實 其實慢慢你們也可以慢慢比較 Essal裡面的解決方法 他就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 要把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全部都放在這邊 那VBA他可以慢慢敘述 慢慢敘述 而且VBA呢 不只一行 他可以很多行 你可以寫很多很多東西都沒關係 但是Essal的 公式 很抱歉 就只有 這麼一點 這個地方 你要多不行 沒辦法 你頂多 怎麼樣 所以 這邊再怎麼寫 你也沒辦法處理 很複雜 可以處理複雜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處理非常複雜的事情 說真的 還是會有瓶頸的 OK 所以很多人說 老師為什麼要學VBA 函數都可以的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函數不行 而且即便可以 也會 把事情弄得非常的複雜 簡單的事情 你 就是要交給像VBA 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不用函數的話 我希望在旁邊多一個按鈕 或者直接執行 把結果 放過來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邏輯跟剛剛那一題很像 For I 等於什麼 2到10 或者是2到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去判斷什麼 if 他的 前面兩個字 是苗栗 或者是 宜蘭的話 貨 前面我們講過嘛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就幫我把 旁邊這個 累加起來 你想說公式好像跟剛剛很像 可不可以拿前面來改 可以啊 所以很多東西 像我們寫過的東西呢 如果你要再拿來用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 拿前面的寫過東西 來改 但如果你沒有 把前面的東西留下來的話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啦 放雲端嘛 所以有時候雲端的好處啊 我就把雲端打開 把之前寫過的東西怎麼樣 把它Ctrl C Ctrl V 拿來做修改 應該 至少會比重新寫來的快吧 改的話呢就是什麼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本來叫什麼 所以這個名稱 複製貼改 我想應該改 這個應該 慢慢改 應該OK吧 然後這個應該一樣嘛 2到11 改成2到10嘛 一幅什麼呢 前面兩個字 剛剛好一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苗栗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它改成苗栗 但是我還要什麼 還要那個宜蘭呢 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個 Ctrl C 在後面這邊 加一個or 對 貼上不就好了 不過比較長 後面這邊呢 改成宜蘭 應該看懂我在改什麼 應該 不是很難理解的 所以如果真的 你通的話 真的可以出類旁通 很多東西程式不用重寫 沒關係啦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範本嘛 對不對 那你就 自己找來 修改一下 那如果是的話呢 把 C蘭 這邊有沒有C蘭 沒有 他是B蘭 所以把B蘭裡面的資料 做累加 所以以後 如果你不知道 里加怎麼寫啦 反正有範本嘛 照著 稍微改一下嘛 其實很多時候 像我以前寫程式 也真的都是從改變的程式開始啦 不過通常我們都不會這樣講 不能講的 我們都 好像一下就變很厲害了 其實也不盡然啦 我們剛開始也是很弱的 真的很多都寫不出來 那怎麼變強 就是不斷練習啦 你想說 你想說我現在怎麼會寫 一定我是從不會開始嘛 我又不是天才 我只是比較多一點 就是說我可能 比較堅持 真的我有些地方真的蠻固執的 一定 因為我 以前覺得說 從來沒有學不會的東西 有一天 接觸到程式 語言的時候 發現 奇怪為什麼我還真的不懂 很認真喔 把所有圖書館裡面 程式語言的書都都 都回來 借回來 全部看完了 但是我還是不會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我用錯方法 因為我把以前的學習的方式 拿來學程式 因為我用看的 我都沒有動手 因為你沒有動手 你絕對不會 這東西絕對 不是用看的 如果你有眼睛看的話 你永遠學不會 什麼時候學會了 就是你開始動手做 並且把它做出來 你就學會了 所以很多東西 後來我就發現 我不是會看 我動手寫完 我就會了 我幹嘛一直看 你看一千遍 你還是 不會 寫不出來 所以特別說 差一點在這裡 很多人 一直不動手 就是不動手 他永遠寫不會 動手了就會了 真的 他沒有那麼困難的 你 不要把它想得很 複雜 然後你要用 你的邏輯 去 其實他應該 充其量 就是一個工具 他沒有任何感情 所以你也不要希望 他對你有任何一份感情 突然讓你 了解他 他不會的 他非常刻板的 所以他 不可能當成情人 只能 只能就是說你 讓你方便去解決一些問題 提高效率而已 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 跟那個什麼文學作品不一樣 他只是 告訴他 去幫你做什麼事 做出來就好了 所以實際上你是在跟機器講話 所以這個東西 就等於是 跟機器溝通的一種方式 你就學怎麼去跟機器 那你 跟機器講話就是 這麼一回事 叫他怎麼做 OK 累加完之後 最後把結果怎麼樣 丟到哪裡呢 丟到第2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第2就好了 其實你會發現 我就是從 007 貼上 修改了 那直接跑跑看 不過特別注意 理論上應該是執行 不過有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說我還不確定的時候我還會按F8 不過我們因為時間關係我直接執行 42 有沒有跟前面一樣 一樣 42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的很多地方其實是可以用修改而來的 這個是 衍生性的苗栗跟宜蘭這一題 那另外還有一題是那個 00 00 還有一題 這個 009這一題 009這一題是計算什麼 前後三名的工資總和 這一題就稍微再困難一點 前後三名意思是說 這邊的工資 總共有9個人 你怎麼知道前面三個跟後面三個是哪三個 在這裡可能會需要用再結合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Large 最大的 那Large函數不曉得各位沒用過 這個還蠻重要的 Large跟small 你如果插入函數裡面 記得是在統計 所以今天除了數學之外 和統計 統計裡面有一個Large跟small 那個Large的話 L開頭 這邊的話 我們 這個Large Large裡面的話呢 它有一個Average Array Array K的話是第幾大 所以你要找到這個範圍裡面最大的 你就給一個K 所以你這邊的話 這個範圍裡面哪個 最大 你就輸入1 他要告訴你19 這裡面最大的 如果你輸入2 他就是第2大 輸入3 那就是第3大 所以 我們怎麼樣 如果把123加起來 不就是前3了 那最小的是small 123 也可以 可是問題 你 Large 123加起來 加上 small 123 哇 公式會很長一串 所以你可以 把它 再改成用 3米 可是3米 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一樣 把第 第11題先做完 然後第9 這一題 一樣再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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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